在贾跃亭与恒大闹翻后,FF资金陷入危机,不得不裁员减薪来度固危机,而这段时间一直有传闻贾跃亭已经在与金融机构进行沟通。 日前媒体刚刚爆料,FF签约美国顶级投资银行STIFO Financial Corporation,现在FF融资又有了新消息,一位自称为Fariday Future总监的网友,at科技人Ivan,在微博上发布了一组贾跃亭在FF美国总部接待多个潜在投资人PE和国际一线供应商的照片,昨天才和顶级投行STIFO签约, 今天对方就派出团队进驻,一大早在公司还看到数组国际潜在投资者,PE级国际一线供应商利林,Fariday Future,全球总部,体验产品后对我们创始人,愿景,管理团队,产品技术和专利表示高度肯定。 17年这个时候,我们的估值已达近50亿美金,此刻我们离量产近林门一角,估值肯定翻,是的,在这次危机面前,假决听又站出来了。 据这位FF总监所说,这批钱在投资人和供应商,对FF表示高度肯定,并且FF量产已经不远,FF估值还将在近50亿美金上翻倍。 这也意味着FF坚信公司估值已达到100亿美金。 据此前报道,基金告急的FF,FF电动汽车总工程师,彼得萨瓦吉安,皮特·菲利迪恩和FF首席工程师尼克桑普森,尼克·桑森已经被报离职。 至此,FF三位创始人已经走了两位,只剩下架月亭依然在孤军放债,甚至有美国媒体报道表示,FF公司在财务和人事方面,实际上已处于破产状态,并且为稳定公司,FF采取财源降薪措施,只保留500多位核心团队成员,其余员工集体休假,员工年薪也临时减至5万美元。 到目前为止,FF与恒大之间的仲裁结果还未出来,但作为大股东的恒大似乎已经不打算提前拨款,给甲月亭完成量产了。 你认为甲月亭会再得到新投资源的资金投入吗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